拳如魚, 腿如蜂 稍後回來 和大家一起看 《Kickboxing打擂台》 曹星魚的十一年性 就是繼史太龍的Rocky之後 第二道, 燃起我心裡 Bossing那團火 你的團火會不會又是三分鐘熱度呢 而且你這些業餘拳手 想要威風也要戴上頭盔才能比賽 不戴頭盔好像更加刺激 如果加上腳, 那還好玩 不如找人去踢這個《Kickboxing打擂台》 不過說明, 你不准力打我們兩個 《Kickboxing打擂台》 首先不是這樣玩 其次, 上到擂台莫說我是朋友 姨媽姑姐, 我也絕不留守 一定拼盡全力爭取勝利 你叫誰姨媽姑姐 姨媽姑姐 觀眾, 別學她們, 觀眾 由香港拳擊總會舉辦的擂台系列賽 由今年的四月開始, 在七場排名賽中 最高排名的四位再打準決賽 各級別勝出的拳手 最終就可以來到這場 擂台冠更爭霸戰 我叫簡智良 我玩了這個運動大約七年左右 我最喜歡用直拳 我叫陳嘉文 有三年的比賽經驗 我的擅長是步伐 我這次應該多數拿回直拳來攻擊 我對這場比賽都有信心 今天主要的策略是步伐加上組合 來擊倒對手 這場是男子57公斤級 吃拳決賽 同方就是簡智良 21歲的他 賽前的記錄是22勝4負 而他的對手陳嘉文大他五年 戰績是20勝4負 一樣的標榮 賽事是打三個回合 每個回合兩分鐘 見到頭兩個回合 雙方都沒有擊倒對方的情況出現 吃拳是可以用腳 而拳手要正面擊中對方的頭部 腰帶異常的上身 前方或者側面才可以得到分數 而最終南方的陳嘉文 得分較多2比1贏得冠軍 解開心 因為整年好像考試一樣 整年不斷七葉七葉七變 就是年終這個大差 拿到這個獎 解開心 贏的是鬥志 這場 用鬥志 去到最後那個彎 大家都沒力了 用鬥志去撐起來 我叫李嘉榮 打了西洋拳三年 我叫劉遠強 玩了拳擊有三至四年 我最擅長的就是直拳 盡量閃多一點 還有還擊 我今天的策略 就會用鬥志的方式 就是拉距離 這樣跟對手比拼 這場是男子52公斤級的 西洋拳決賽 跟剛才那場不同 就是不可以用腳 只可以用拳攻擊 紅方就是二十歲的李嘉榮 他賽前的成績是十勝七負 而南方是二十二歲的劉遠強 他賽前的成績是七勝九負 雙方同樣在三個回合 都沒有擊到對方 要靠裁判分勝負 最終南方劉遠強得分較多 以二比一勝出 這場就是壓軸 男子六十公斤級的西洋拳決賽 由紅方的袁文俊對著陳鴻亮 袁文俊賽前十六勝十負 曾經奪得第一屆大中華杯拳擊邀請賽冠軍 實力有差不多 至於陳鴻亮賽前六勝二負 根據國際拳擊協會 在今年六月修改了條例 所有男子拳擊賽事開始不需要戴頭盔 但少年、青少年組和女子組除外格 這場就是香港第一場施行不戴頭盔的賽事 結果三個回合計 袁文俊以一面倒的姿態贏得冠軍 對於不戴頭盔,他自己都贊成 不戴頭盔運動員的表現會好些 因為拳擊運動員是一個很高熱量 不斷身體都會發熱的運動 如果頭盔運動可能安全性會較低 但也可能會減少不了頭與頭之間的碰撞 剛才那場也有一點 但慢慢香港的拳擊運動員 如果想要提升的話都會習慣